《啤梨漫步》 逢星期一至五 六点至八点 主持 啤梨 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 狂追猛打 好 回来第二次的《啤梨漫步》 我真是这样搞化下去 当然对我来说 我觉得不是快乐 很funny 很滑稽 因为在外国的生活就很平静 在香港现在可能会不开心 但又真是精彩 婚情 你哪有这么微谱的事情 上次推出《我们的家》的时候 我记得我说过 我觉得我们先不要说他的心要想什么 他应该不要理 这种政治是否要做 我都觉得他们都好 知道我们试快是杨子经 所以在歌词里面有杨子经这个term 他就不改做什么子经化 你知道吧 有时候会硬扭转 为什么呢 其实是否有官员说过 没有 可能你会说 不行 有杨子 三点岁的杨子 即是西方 你不肯定 他讲自经化 正是正确点 这些呢 你打着我问 我不觉得这是我们伟大 中共或者现在 阿红哥 阿龙哥 阿保龙 阿郑阿红 他们真是乐自己的事 好了 上次我们说过 这些是我们的家 郝美雲唱这些 又是卡拉吉的版本 他们什么都不要说 你再唱那次 他们什么都不要说 他说竟然发现了 政府自己出 他说 推出了两个星期后 有一句 由杨子经护任下 就改成金子经护任下 政府发言人说 工作小组最近对我们的家稍作修订 这个修订 他们说我没有否认 他说这个修订更加突兴到 我们爱国爱港爱社区的情怀 进一步提高宣传效果 你成功了 一进一步提高宣传效果的犯 是不是能够加强到 爱国爱港爱社区的情怀 就不知道 因为大家要再说 否则我不会再说 你硬硬来到 现在我们市花是金子经吗 不是啊 硬硬来到 金子经有关仔那个就是 但是市花叫杨子经 不是啊 硬硬来到 这些我真的不觉得是我们伟大 中央领导人 或者是洪哥和龙哥 你下指示 这些是不是契弟之中的契弟 我真是你老母 你可以想到 重要不重要 我们纯粹用 纯粹用那个创作 艺术创作 我唱一段给大家听 好 又唱 我不用整首唱 我只唱一段 大家听完版 大家先听完 情是国家 我要跟这个麦 我们这一个家 同行共勉 在 原本就是 是这样的 你不要理他什么 你都是 情是国家 我们这一个家 同行共勉 在洋子经 互音下 从未退缩 背后坚守你我和他 无论多远 难关多磨 家臣 仍未国兵法 你都正正常常 是骄傲的 含家产 现在就变了 情是国家 我们这一个家 大家听听我 你一直这样 又阵阵又阵阵 同行共勉 在洋子经 互音下 在洋子经 互音下 再洋子 那你就变了音 是 你想唱对一个金音 就变了音 同行共勉 在洋子经 互音下 洋子经 我说 虽然我们粤语有九音 但是 都不会那个金 可以唱成 再洋子经 互音下 你老母 你们觉得很政治正确 因为彎仔 有刀子经花是金色的 你知不知道 政府发言人 那波金子经是被人笑什么 是 像是 是 在今 再洋子经 互音下 你想想 这些肯定是基督徒 唱过那些 不敢合音 不敢合音 那些 那些圣诗 是 真是神经 好好的 第一首歌 如果我是讲美云 我是讲美云的话 我不录了 你自己端一端去 找我有电脑 怎么录呢 是 情是国家 我们这一国 一国家 同行共勉 再银子经 互音 银子经 我曾经这样说 再共产党的互音下 更好啊 对不对 再共产党的互音下 都更好些 所以我说 如果比我唱 可能这样 咬你老母 調你個老母 是 是 那 приним老母 等你老母 那 syllable 是 喂 真好啦 好听 是 完美地 mit in 每一首歌群内 真是很神奇 我選擇是 好了 接下来 咦,Copay,首先呢,我當然知道Copay 但楊永傑說,咦,Copay的叫助力堪給Taylor Swift 那我又有些疑問 Copay算不算是好臉紅? 算不算是可以比美Taylor Swift 你覺得也可以 你問我先 那就是啊,屌你 彈開! 今天有人好了好笑 他的歌都不想定 有個人好了好笑 即是不適合我聽 即是說Taylor Swift的《神回應》 你有沒有看? 那條黑鬼啊 他說 因為Taylor Swift的歌曲最有名的是什麼呢? 即是他always的topic是 about什麼呢? 是choose one person 即是選錯男人 選錯男友 所以他說呢 Taylor Swift去support這個 賀錦麗呢 是很符合他一向的作風 歌曲作風 即是選錯人 屌你了 我按下去的人聽Bang的歌 是 有人經常說 好過Taylor Swift 不是啊 Taylor Swift其實我不知為什麼會這麼紅 你說他是不是很差? 即是我們平生的 不是 但我真的不覺得有什麼這麼突出 即是這個美國楊千華 可以說 美國楊千華 美國楊千華 他最紅呢 叫做所謂 喂 反而我覺得最削是他 嗯 你支持什麼Rihanna 他們什麼 Seline Dior 那些全部有料啊 是吧 這些價格也好 這些價格當然比他好 好了 但是 今次呢 Coreplay也好 首先 我又不會好像有些網友說 喂 為什麼不找大陸 找英國啊 那些 老老實說 今次做對了事 自己知自己事 嗯 香港呢 就真的要國際化一些 你找一個Coreplay來 你可以 你找一些韓星來 可以 你心疼你找一些大陸來 都不要緊的 但你一定要找這些 即是打個牌頭 是那些巨星來 不是 是國際巨星 嗯 你一定可以找中國那些 你要政治正確 怎樣 我不介意 千萬不要 塞在一邊有什麼話服 啊 你不要搞那些事情 你不要搞那些事情 這次就更聰明了 Coreplay 好了 大江玉潘他們 那些立法會議員 喏 老實說 新聞是不要好說的 他們只是說 特別的阿歡姐說 喂 真麻煩你啊 喂 這次真的不要再甩了 準備充足些 要搞清楚人流 擺設 擺設 那些店鋪如果不刺 都沒有人 喏 其實言下之意 即是說 他們這幫建制裏面的 議員也好 官員也好 你以為他們真的不知道 實在甩了太多 喂 麻煩你這次大壇東西 喂 Coreplay來了 喂 麻煩你不要 失禮 失禮人啊 以後那些國際巨星不能來 人家真的終於有了 有一隊大樂隊 大樂隊 跟著有很多其他 喂 現在宣布一隊 我相信呢 如果作為一個活動 應該是 會有很多其他 陸陸續續的 喂 麻煩你們 搞得好好看看 即買票啊 入場啊 遊買票入場 場內 場外啊 又或者下雨 是不是很懶惹 好像上次說不知什麼 人家又認不到 背囊 那些 全部安排得好好的 不是我們說的 是立法委員說的 愛國愛黨 好了 他是不是獨家 不知道啊 旁邊台灣 新加坡 泰國 我想他會 順便來 tour 因為如果多很多 即是 東南亞人 如果獨家 就真的多很多東南亞人 如果不是呢 我就怕 始終你香港人 不是好聽這些band 雖然人家很出名 香港始終不是好band 不 香港可能你要找 九百歲的 Tom Jones來 就是那些好東西去聽 上次什麼都少了 是不是 要派票 什麼啊 維港的巨星會 Woling Stone 那年是 我其實真的不明白 香港人很奇怪 你問我 我真的不明白 2003年 我說 Woling Stone 是 Gin Park的經典 就是樂壇巨星 巴西國家隊 也是 我們香港真的 不知道我們看得多 真的不想爆 你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是 很奇怪 好了 董智英學校這件事 嘩 長話短說 我首先覺得他那個離職那個 足球老 就是體育老師 非常 就是 不負責任 OK 話說董智英 紀念中學 大家應該知道他 他在這個 學界足球界別 就非常出名 看回他的資料 連續十七年在沙田和西港區 夾組足球賽 拿過 冠軍 十七年 好了 也拿過六次全港學界精英足球比賽冠軍 那他經常都是 他跟什麼 那沙拔 拔萃 那幾對去戀 好了 怎知道今年 OK 就竟然 在報名日期 截止了後 一日 截止就截止了 他才去報名 最終是被學界體育聯會 沙田和西港區的中學分會 拒絕接納報名 可能今年就沒得踢了 於是校方 昨天舉辦足球學生和家長 心聲分享會 那為什麼不參加一個學界比賽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事呢 因為有很多朋友 很多學生 甚至乎 家長 被小孩去董知英讀 其實無非是想踢球的 有些是這樣的 當然他們 會很緊張 好了 校長王猶傑 在會上承擔責任 他說是學校行政出錯 作為校長 對事件責無旁貸 他說如果辦學團體要求問責的話 他願意辭職 他一說到這個位置 我首先對他的管理不善 我就會放下了 他都願意辭職 這樣辭職也好過很多官員 是嗎 提及不提及責任 雖然他說的是辦學團體 但是也是 因為辦學團體為大佬 他說如果辦學團體要求下 還有作為校長 對事件責無旁貸 去到這一點 OK 我是正面的 對這個校長 就是這個做法 好了 他說 過去一直由一個體育科的主任 負責透過網上系統 報名參加各項學界賽事 但他快離職了 在不離職之前 他遺失了登入報名系統的密碼 就沒有為學生報名參加 包括足球在內的所有學界的A級賽事 可能連田徑和游泳都沒有報名 Anyway 黃校長說 學校一直委任這個體育科主任 去負責報名參加所有學界賽事 報名時需要登入學界體育聯會網頁去報名 密碼一直由這個體育科主任去保管 過去四年都有準時報名參賽 看回去 他們 9月3日 就發現這個老師沒有報名 新的體育科主任 9月4日就向學界反映 希望對方著情處理 但是對方說不行 Death night就是9月3日 而這個上一教的體育老師 就是8月31日離職 這個體育老師 黃校長說 其實這個體育老師是被他們 書面警告過幾次 因為教學問題和行政問題 他自己辭職 在8月31日離開學校 根據學校的職責 來校前他需要負責在離職前報名 好 好了 我不知道這個體育老師和學校 有什麼瓜葛 我很公平地說 只要看這個行為 你說不見了文碼 不見了文碼 是多久 因為如果你不見了文碼 因為如果你不見了文碼 你八月31日離職 你九月三日是Death night 你只要在八月31日之前 去report給學校聽 或者跟學界說 我不見了文碼 有一個補法文碼給你 是夠時間做的 是夠時間做的 這個人是不做的 這個人不做 這個人不做 是代表什麼呢 亦都代表他的behavior 是很有問題的 所以 之前 才會被學校 因為教學和行政 的問題 去warning他 我只是見未知著 因為warning他 他就不要 是的 這個也可以是這樣 你warning我 你振動我 但學校 亦都很奇怪 你已經跟他 有這樣的情況 你是不是 起碼 在他離職前 離職前 我不要說 他看看他 究竟跟你們報了名字 或者這件事 當然不能交給他 他都走了 不是 你以為你才知道 再不是 就算你 都交給他 旁邊找一個人看 當然 其實很簡單 他離職前 你要去看清楚 你是不是要報名 其實不是一定 他才會報名 如果你有去看過 就不會去到身體老師 在9月3日 我相信 還不是office hour 9月3日 就是dead night 才發覺 為什麼他沒有跟我們報名 於是9月4日 就馬上跟學界聯會講 學界就說 不是 你們遲了 好 好了 我覺得這個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這個行政問題 那個 sir 我覺得真的很差勁 但學校這方面 這麼大案子 他已經是不歡而散 某程度 你看到 是不是 你都不會 跟眼 如果8月31日 你發現了 你不用找這個救援sir 回來 你馬上去到學界聯會 有這樣的事情 他又來了職 還沒有名字 還有兩三天 你就夠時間去 再安排 OK 因為他的密碼 沒有理由說 不給校長 只是給他 而且你8月31日 都要跟 人家走的時候 現在他們就說 希望 可以再情考慮 是吧 但其實人家已經是回復了信 沒有了 不會再情了 就是因為人家 會回復你 不行 他便於是公開 是呀 剛才是呀 現在是被人扔了 是否有壓力 是呀 我們再說另一件事 他說 校長說 是 事件起源是因為 老師和管理監管的問題 但學校出錯 不應該罰學生 希望學界 可以行使作情權 給學生 本學年繼續參賽 他說 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缺席今屆的學界足球賽事 球隊要由甲組 就是A級A的Division 第二個Division開始 重新要贏才打上Division1 OK 即是說 要求學足球的學生 被禁參加全港學界精英足球比賽兩年 令他們辛苦訓練的每一滴汗水 都變得毫無意義 而無辜的足球學生 就要被迫經歷這個痛苦和失望 實際令人痛心等等 希望作情處理 好了 去到現在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為什麼呢 下間講了學校家王偉健話 他交稅了寬限期 但學體會沒有 也挺遺憾 那麼倫理的規矩是沒有的 他說 可能不踢對其他學校沒什麼所謂 因為不注重足球 但我們很多學生 是由中一到中六 都是想在足球上有發展 這個也是事實來的 這是足球學校 沒有足球 他不會這樣學生可以的 知名度差遠 說真的 到現在這個位置 學界不給你 是合理的 因為你 很簡單 過了報名期 就是過了報名期 但是你說在我的立場 因為你們去到願意辭職 這樣 那我 我也覺得 是否可以考量一些 其他的罰則 例如罰款等等 為什麼呢 其實對其他學校 我不知道 我作為我自己個人 如果今屆的比賽 A級的Division 1 沒有了董智英 就算你後面那隊 拔萃 哪一隊贏了都好 他好像 那個杯子會脫失色 就是堅超 沒有萬聖 是呀 被人 被人罰 屌你不要三十分 又被人罰那些 就是腳底 是呀 是呀 那你屌你 你贏都不 老實說 好像今個星期 我們阿仙奴打曼城 打曼城 打曼城 那些人就說 我不是的 我最好你快點出來 喂 我是有機會輸的 但是 但是 但是說真的 他給你 是人情不給你懂 他無法談的 我拿正規矩來做 是啊 你香港 即是說真的 認識人我好認識自己 你香港自然不說 董之恩 沒理由在這個界別 吃不到人 喏 我就很怪 為何人家 人際關係很差 為何人家不給他們 搞到 這件事 十三號 三號開始出現 十三號就回覆 十七號就上訴 然後 十八號 十八號就出來開記者會 其實某程度 第一 就給壓力給學界 另外也想交代給家長 老實說 喂 我是家長 你倆不是 我給了兒子進來讀書 你倆就是太坊 終於入了這樣奸身 入了校長 你怎麼知道其他東西 喂 然後你跟我說 因為你們 我倆哥哥沒有想報名 我的兒子原來是中五中六 中五中六 中五中六 沒得踢 考到SC 他是什麼 要學費的 直資 對 你倆美 那你怎麼搞 唉 你沒辦法了 認巢 但是 其實 學界 要給他著情權 他真的不難 為何人家這麼硬正 這要帶出平時 和別人的關係 好了 另外 百樂潮州酒家 溪鎮道總店 9月24日結業 不是全部結業 自此百樂還有四間分店 包括在 Marko 尖沙水Element 去過 銅鑼灣時代廣場 和澳門銀河 餐廳說 十月會在中環繼續開新食店 不是百樂 但是如果十月會開 在中環 為何 即是不是撤退 為何要收到這間總店 做了五十多年 我第一間接觸的 就是白樂 就是在銅鑼灣這間 OK 當年 基本上 如果我是去 和那些供應員吃飯 我就最喜歡去這一間 因為其實 去幾封劍遊人 沒有人叫 凍蟹 凍蟹 吃刺 他都OK 環境 其實看銅鑼灣 第一時間長 又叫高級 潮州菜 飯 其實都真的 押納到 已經OK 水準又不差 水準又不差 吃得過 如果現在 做了五十七年 收皮 是 因為他會繼續開 唯一一個原因 就是 那個租金問題 他就說 他說 餐廳 他們就會光榮結業 最後營業的時間 是九月二十四號 衷心多謝食客多年之詞 OK 尤其不少家族 掃袋都在這裏 曾經設現 是啊 那 喂 既然如此 你說是否完全無法談 譬如 溪慎道 這個總店這裏 他的業主都租開給他 老實說 大家五十幾年 應該有商量 還是銅鑼灣 是這麼重要 但是中環又很好 另外新華行 網傳 又不是傳的 因為之前新華行 這個是很經典的 玩具批發商 但是之前我們說過 那兩夫妻 那個老闆死亡了 早一陣子跑山 跑不了 不是啊 有絕症 還是老婆 老公有絕症 還是老婆有絕症 然後老公 先認識老婆 然後老公又死了 我記得那件事 那你老闆也走了 那怎麼辦 新華行 很多東西 我也上去收拾一下 好 待會 但 一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